MH-17客机在当地时间17号中午12点14分,从荷兰阿古斯特兰起飞,原定飞往进入拨。 在起飞1小时后,飞机在1万里高度突然适时解体,随后在欧克兰境内靠近俄罗斯边界必须追问。 飞机在空中并未处理几个区域,事故发生时,多些航空公司都在使用同一条航线。 感谢观看